7月22日,我是出現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 甘井自治區大河灣街道的31所郵輪員 西港區工人村社區的1所郵輪員 八月口經濟區6所郵輪員 於7月23日即採取了停電措施 7月24日,隨著我市進行房屋形勢的變化 全市1,322所郵輪員全部暫停郵輪員